财富投资,速度,是致性关键 买卖港股美股,操作简易 现金拉展账户,一言切换 港币,美金,人民币,灵活调度 系统优化,界面清晰 全新升级版傅幸通,助理落盘快,狠,准 有傅幸通,投资路上倍轻松 赴槍在线,步步领先 星期五反弹,星期六又再开始打下去 整个美股的话 最后收市时,全线收跌 导致跌1.3%,纳资跌3.08% S&P500跌2.3% 当中的股份,Tesla跌超过7% 亦都比起去年十一月的高位 跌超过50% 真是不要以为什么很厉害的 就永远都不会跌 这些股王原来都暴跌了50% 还有不限于中概股 星期四,能源板块都有反弹领涨 跌回4% 普遍芯片股都跑输大事 芯片股跌超过4% 当中其中一个消息 都是美国继续对芯片出口中国 芯片产品出口中国的限制 中概股都有跟在一起 中概股星期五都是多数收跌 上证数科跌8% 但这个也比较冷漫 8度跌超过6% 京东跌6% 贝鹤跌5% 比利跌5% 至于新能源车方面 全线继续暴跌 蔚来跌7% 小鹏跌8% 你想跌6% 当然很多过股跌幅真的不小 至于指数方面 都可以开图出来 大家去拿个感觉 究竟是跌了 还是跌了一些 还是跌了一半 以导指图为例 大家知道在星期四晚的时候 单日转向 公司很兴奋 当然冲吾川最近有支颈线 而隔夜的下跌 道指不是主战场去跌 只跌3% 所以道指大概仍是咬着 在6月份前低位左右 如果以阳烛阴烛来说 其实阳烛阴的程度 不算太异 所以基本都盯着 道指会怎样 不过当然 纳指一定会比较少少 大家看到 纳指现在收市位肯定 就在6月份低位 也都 譬如一大支阳烛之后 一支阴烛 其实都封 技术上 超过一半 是不是乌云太顶 当然 都要看下 譬如今晚 后市 可以怎样看 当然 美国市场主要都是 关注通胀 联储局加息等等的因素 都补充一点给大家 联储局在11月初 会议里面 会加息75点指的可能性 有些说法 已经去到99% 100% 加息75点指 我想这个不难理解 也不意外 因为刚刚上星期出的数据 其实高通涨 10年期债息方面 今早我查询过 刚刚站在4厘正 上去了 是的 所以资息方面 继续令到科技股收压 是的 这个都会继续是股市的一大售额因素 另外 大家可能周末的时候 就会关注 我们中共二十大 二十大有些什么要说呢 首先当然就是说 要以中国式的现代推进 推进复兴 全体人民就共同富裕 当然 小北五也继续是坚持动态清零 因为都是一个 上一届的一个会议 未有的新的东西 新的一个过去五年的挑战 他说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展开抗击疫情人民战 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他里面 我见到有说很多过往是 是为了糾正过去一些 譬如很重打贪的路向 其实他的路向 都挺是他一路的路向 另外也有说到国际关系 都是说 维护国际关系基本的原则 另外香港问题也有提到 外国者治港 台湾那里应该比较 都会受到关注 都是坚持解决台湾问题 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尽最大努力 是争取和平统一的 但是 就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也是一个比较新一点 去特别强调去说出来的东西 经济方面 就没有提防住不炒 比起之前 他就有坚持一些房住不炒的讲话 今次就没有特别去说这些 因为都没有炒 现在都没有炒 下些房都应该不会再继续说这些东西 另外也有报告说 部署下一阶段的住房工作时候 就说加快建立多住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就没有特别去说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也不是炒得很厉害 中港台、三地的关系 现在的情况和疫情 我想最令人关注 虽然出来的那些说法 基本上不意外 看看可不可以 对于A股方面 有没有什么 我不知道 是维稳还是提振的情况 有些说法都说到 有些政策可能在A股方面 有机会去憧憬 不过就未必关于二十大事 因为二十大其实是一些 都说明是很宏观 长远横跨多年的一些 大的政策方针 至于这些小的政策 我就看到有证监会 就说放大招 研究制定外资适用 就是叫特定短线交易的制度 有关的一些措施 当然未出台 不过传风声研发大招 究竟会否吸引到外资 从事短炒 激活成交量 甚至乎A股 会否有所提振呢 因为上个星期 其实上证指数 有三千点的攻防战 当然主载的因素很多 包括二十大政策 会否有提振 甚至乎在人民币方面 究竟有没有机会回稳 初步我觉得还是要看的 走势方面 过去的一个星期 走势 看下是否做到一个短线反弹的机会 都继续在超卖的反弹里面 二十大政策 暂时都看不到一些很 虽然这个都是比较空凡 看不到一些比较很重大的 有些提振 或者它看不到它 会有个转态方向 我们想怎样去支持经济发展 都有的 都有支持经济发展 支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 都要坚持动态清零 还有坚持它的一个打贪的路线 大致上的内容 他都说 我们可能做了这些事 可能短期来说 会有些人很不高兴 但是我们都是为了这个 长远要矫正之前的一些事情 的一个做法 今天恒生指数 上证都暂时是低开 跌0.3% 恒生指数都是低开 低开107点 0.6% 开报16479 暂时的低开幅度不是很大 都是有去跟回外围 昨天的那个 星期五的情况 因为外围 其实就算你说 最跑输的纳指 都未破前几个底 所以恒指暂时都未有 但是都很逼近 还有前星期五 那天不是反弹 因为前一天是美股星期四反弹 那股星期五就反弹 那股星期五就反弹 升到六百多 太深圳 弹到上去万七 又打回来 两次都是 很惨 超级弱 即是整天在超卖想反弹 每次弹少少 即是越弹越少 我记得有观众留言 第一次都弹到一千点 今次又弹六百点又打回来 那暂时就 就开这个位 如果你说看上一次反弹 一路做一个新的底出来 去破一下 那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九 那 距离今天开市位 都是一百点左右 今天会不会 就要下市 没错 那当然 是不是越弹越少 或者大家 亦都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关注 刚才所说的 其实两次 都是弹到一万七千 一次就是一万八千点 下一万一次七千点 其实 都是一些 齐头整数惯 而且就没什么 怎样去向上去做 任何的 站稳顶线等等的人数 当然 亦都可以从画面上见到 那些牛熊镇街货分布 窥视一下 好有下放气味 那 目前最 就是牛熊镇街货比例 就是55比45 都是牛症偏多 不过 熊镇其实都挺均小的 但是 要讲到 就是重的棍 现时最重仓的牛症 只在一万六齐头 超过一万一千张 一万五千九 就成为最多的新增 但是不多 只有四百张过外 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要下去 杀重仓 即是说 杀163 162 161 160 其实 加上都超过二千多 挨近三千 所以 大家都 现在仍然有这样的因素 需要考虑 很可能是你担 是 我觉得近期 没有那些牛症那么疯 反而变成 现在整天都拉成军事 是的 之前都几七三 这样的情况 是 没有那么疯 那些人 之前打完一大轮 都没有那么进取 不断在这里 撩底 看看什么时候 就慢慢 全世界都开始灰心了 灰心了 才再有新的机会 是 消息面上 其实之前 银行股都大跌 也都涉及了内房债问题 都有通告 就说 五大行 就说 介绍了新的信贷情况 表明 将来会加大 发挥大行的力量 服务经济 今天 刚刚市开出了 低开之后 再跌幅 扩幅到112点 保16473 我们去到广告之前 回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 现在恒生指数 跌幅暂时轻轻收窄 到60点 再有16500 收回回来 转头再看大家的问题 之前 看看榜 京东跌4% 协欣升4% 这些属于 比较大波动 跌得多 还有里宁和百度 转头更 不过 暂时来看 有只股份 标出来 市闷闷地 都轻轻说一下 因为IPO 又剩了很久 都很久都没有试过 有只 叫做 蠻好反应的IPO 这只 潤哥互动 今天初日上市 2422的number 它的超股价 六毫四指 昨天暗盘 九毫八 即都成一半 现在 刚才曾经升过一倍 都见一个三毫二的水平 现时的一个二毫六 画面 见到 公司方面做一些 国内线上营销 即是 看看是不是类似SARS 那类似的业务 因为上市 无奈 很多的数据 基本因素 就不太厉害 则在 就看看那些即市 那些盘路 走势如何 我自己就比较紧张 第一口价 过三 暂时来说 似乎有高开 挨沽 低咒 这样的行情 所以有些朋友 如果关注的话 我初步给出我的看法 半日尽量修复开市价 过三为妙 现在暂时来说 不要急着去追 即开好像高开一倍 但其实开就 收拆了 就被人吃虎 这些通常就有些欲酸 情愿它是低开高就 是 好 看实了 那YouTube上面 阿芯说开了会怎么看 还有什么说 刚才大致上都说过 一些主要的东西 起码现在就没有说 我想开会前 因为官媒都说了 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憧憬 这些四天 是啊 就是躺平 不可能 那些东西 是啊 所以就没有什么说 这方面的憧憬 如果你说 究竟它里面说了什么 其实都是回到之前的 一个方针来的 只不过是重新回 主要来说 其中一个你说 可以想的 什么办法呢 首先 当然都是半导体那边 因为它都有说到 其实我们是要发展科技 但是都很强调的 之前都是 它是要发展我们 硬实力的科技 真是帮到国家发展 其实继续 之前都不想 那些人过去 打算做一些科网赚钱 是 那它做一些实体的东西 都是 如果说 真是去想 都是1385 上海复旦 A股就是上海复旦 微电 刚刚最新 也是出了一个营起 初步预计 头三季的营收比 上年同期 增加41-52% 头三季淨利润比 上年 就是增加113-129% 都是一个前排 撒远下来的反弹之中 现在最新就 难得在一个差的市况里头 有些公司的好业绩 可以给大家一些价值去看 估计暂时收复在9月底 如果大家担心 9月初10月初有商订 9月底的颈线 今天暂时有望收复的 好 接着呢 都数一数电能车 今早的表现 因为都挺似的 9-6-8小鹏跌6 2015 理想跌 这只跌得少些 百分之跌 9-8-6-6 蔚来跌百分之4.5 1-2-1-1 比亚迪跌不够0.5 那是不是继续都是担心 一些产销的情况呢 似乎呢 这些车股呢 现在都没有什么云行 继续捱沽 尤其是刚才跌得最多的 百分之6 跌幅的小鹏 又再创回这浪 基本上人但他不但人 跌得多个人的 继续在创香港港股 上市来持续升低 是 他严重跑输 那理想呢 算是在三宝里面 跑赢的一只 都开始逼近5月底了 虽然5月底 还有3月底 5月底那天 低位是74.75 一开都已经跌了74.3 都是在破这一个位 我叫做低开之后 有个小洋竹 因为市场跌幅 宿窄了一点 加上这一只 试试学多一只 因为新生势力 这是零跑 9863 也算是一个不合时机的情况之下 上市 当整版同业都日跌夜跌的时候 虽然我想他也是被迫上 但是情况在于 上完之后 也是同样明昏 基本日日都要向下探上市的新低 今天暂时可以反弹到1% 但仍然是保持着 在日中 刚才创过上市的新低 是的 这个想得就不逢是 现在 那真英文 他想看6185 6185 那位可以入 首先 如果你说 选择一些强势股的角度 这些基本上是破底股 这些基本上是破底股 刚才说人家是理想师 是市村5月的底 这个很明显更弱 你看 3月116 5月71 而现在就只有47 其实是一直在向下 那向下 其实真的不建议去搏中间弹 但如果你说 我看到很短线 那你就看小时图 看小时图都看到 起码有些起色 那小时图就要用45.8毫半做防守位 但是总体来说 其实就是 你选择一些强势股份 没有选弱的股份 就应该帮你避过了很多一个大的灾难 其实为什么这几年 可能有些人会大虚很多 虚了五成还持住 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买的时候 已经是 都未必是一些很强的股份 你买了它还继续下 那本身在走一个下行走势 那就最好避开了 所以暂时它也没有了 转了强可以想的 暂时就没有了 是啊 继续去看回趋势 因为市场一定是差的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不要再薄那些 叫做比较弱小一点的股份 始终很难真的 捞到底 好了 接着再看 六八六九 长飞 比较早之前 在逆市里 算是一种比较有升浪的股份 虽然现在股价一路 开始在上个月初的时候 就见了个顶 现在呢 沉多些沉多些 其实某些应该要守的位置 其实现在都不太守到 九月 小心点 是啊 十天线 我想多走半天 就跌穿了五十天线 就是在五月展开 多头以来 首度 这个多头就涉了 涉叉了 所以这方面 大家看着股价 会不会就由一个 好像小的整固 慢慢整固成为 真的真的 暂时见顶 可能走势会再差一点 那你说 十五个六有货 其实现在都差不多这些价 上网几多点部署 我刚才提过 这些位置可以参考 十六个七附近进企 如果站不到 站到的话 当然 前一个顶 十九个二 站不到 可能真的要横行 十五附近 甚至乎十四元左右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就刚才所说 开始有些警觉 需要看下它是否越来越减弱 嗯 本身在想 现在好像都没有再问 买货了 是不是已经差不多绝望 原来都 还有是否因为 每次都说 不要闹入水 故意不问呢 但是也有 原来 七零零 应该是一只 大家最热冲去闹的股份 KK说 跌到什么位置入 首先我就不太 买这个 我跟你说 跌到250元入 300元放了它 是不是真的跌到250元 就止跌又 立即跌回上去 所以就不太 就是不太 买这个 这种的做法 让它跌低一点 你看回 其实刚才腾讯的走势 上这年都说了 其实整个 你越线图的底 是整个长的走势 转弱 422破之后 应该已经很明显的转弱 接着呢 就251 251 其实现在都试了 那 就真的 现在245.8元 其实正式是破了 你知道你怎么样 就是2018年那些低位都破了 哇 好便宜啊 真的非常之恐怖了 那它都有回购 回购是一个正面作用 但是当然其他的负面作用 更加之大 不如呢 我觉得比较合乎的是 你问我 弹到什么位置入 你可以想想 但不要上到立即入 还有这个要自己看着 你真是去 懂得看着短线的操作 才自己好去玩 那下降鬼是这里的 有机会弹 但你不要拼短弹了 是 好 那看看呢 之前一些炒作復償概念的股份 如何去跟进 心就举出了国泰 新秀丽 中缅等等股份 他说 是不是全部都这么差呢 那 当然了 之前炒作復償 曾经炒作过 连内地 都可能在二十大之后 有新消息 就向不单止香港区 甚至乎 甚至乎 外国 就有些解放 可以旅行 但是 就幻灭 继续是 躺平不可能 二九三是有个减弱的 而且在军线上面有些死亡交叉 也都破了之前 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目前来到这些水平 当然有几个位要修复 上方都挺似是一个小双虫的支持 颈线失了 所以上方大概八个一 也是一个大位 现时这些位 大概七个半也是一些大位 如果你说现水平 就没有之前那么多头 如果有货的话 看那些七个半 站不站到 站到就看八个一 但是小心 反弹上去可能不是跌浪的反弹 是啊 因为都不会一直跌 所以暂时就不拒绝了 小心是超米的反弹 那一九一零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你全部参考的支持 应该看九月底 最近就是 都破了下去 情况都凶险了 如果之前会放些防守位 其实应该是看这两个 18.86和18.2 18.2都破了下去 你基本上暂时可以 暂时都不需要入住 如果还未入货的话 还有另一只 阿森也是说 18.80好像好一点 看港股的确是 港股上市之后 虽然有前排 不是升得太急 又打回来 打回来 去到18.80左右 也都是不穿 9月22号那些低位 174 你看到还是一个向上行 那就是相对上来 就说是比较好一点 不过也要看它的A股 它这A股 其实是震荡前几天 整个大线不停急煞 它其实震荡是穿 9月底 175就穿一穿 穿一穿之后 叫上回一点 上回一点 你见到这七月到现在 这三个月来说 你小心它会不会 假托破又撒回来 因为它向下破了 所以这里要小心一点 再观察一下 它就比较强一点 有好的消息 首先就是海南 现在有两间的免税店 按程序是获得批准的 分别是海口国际免税城 和在万宁市的黄虎井 国际免税港 现在海南的尼岛免税店 数量就会增加到12间 海口国际免税城 由中国中免投资建设的 在海口市的新海港片区 现在免税城的装修 人员培训 信息系统建设都已经准备到位 已经是具备开业的条件 当然都有这方面的憧憬 预计一下 因为它自己的集团也有出来唱好 憧憬这个新的免税城 可以留意一下 不过现在的市况 都是看定点 还有要留意它的A股 虽然港股好像很强 但它终归应该都会跟回A股 好 接着就跟一只 今天刚才说过的移动股份 李宁 李宁的跌幅暂时偏多 7.4% 相较在2020年安踏 明明都是跌2.2% 可能大家想着 应该体育用品 就是跌那些 比如说 都不会躺平的时候 是否代表出外 或者 本地的消费都没有什么运行呢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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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宁这个跌幅 似乎有不似 只是这么简单 我也上网看过一下 李宁现在给内地 包括在Bilibili等等的一些平台 有网民大肆杯葛 为什么 是呀 就说它最新的一系列的 好像 不知道是否露营 还是什么 形式的服装 就像日本军 如果大家去上网搜索 我们开出来看看不如 你知不知道 是中文字 李宁大佐 哦 为什么会这样的 就像以前日本的一些军人的服飾 现在大家在批评他 明明是国产 为什么会搞这一个形态的设计 看不明白 于是乎 现在就惹来 内地都热烘烘 大家都在说这个话题 都不太熟 都不懂 是啊 其实这两片东西真的很像 你说绿色是迷彩 但是这两片东西 确实是我自己觉得挺像 虽然我知道那两片东西是越来保乱的 但是呢 惹人乱想 那么现在呢 跌幅呢 零零细细大 过安达 当然呢 走势上面 持续地差 大家不要急着 很差 其实现在应该全球环境很差 你大那些国际品牌呢 他们都下调了来的预测 应该整体行业都是差的了 现在 你看看李宁 现在呢 走势是跌至7 而且呢 股价呢 如果在较早之前 都叫做偏向横行少少 但是呢 自从呢 譬如这个颈线位置 大概62.45 失去之后呢 失去一次很快就弹 第二次失去就已经不弹了 所以这些位置就要很关注 下望呢 5月份的支持呢 已经去到五十个半 距离现水平呢 都有整整挨近八至十个百分点 低下 好 阿深呢 他就问了 刚才中年 A股的號碼是多少 601888 這是中國中年的A股 可以去看看A股那邊的情況 現在市正在跌60點 保陰6,525點 節目時間到這裏 待會再跟大家看市 拜拜